什么钱呀 最终这笔钱 还不得归到大智 乔眼龙他们身上吗 这可不行 太不合理了 不行 咱们得赶紧想一个办法 我跟你说 这事已早不宜迟 咱们趁老太太 还没明白过来 赶紧让她签协议 只要她签了字 咱们什么都不怕 协议 什么协议啊 这样啊 咱们明天一大早 就去找老太太 跟她说 这份家产 咱们平均分成三份 老太太一份 你一份 圆圆一份 她白白得好几百万呢 对她来说够公平了吧 趁她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赶紧让她签字同意 咱们得到的 虽然比爸分得少 但是呢 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啊 你同不同意 现在 不是我同不同意的问题 是人家李桂香 同不同意的问题 这得看谁先下手为强 谁反应快了 嗯 有道理 这个字句 确实是你爸写的 为这事 我还跟她吵架 好几天不跟她说话呢 那次啊 我是无意听到 他们谈这个 拆监款的事 我知道了 你爸的想法 也知道了肖敏的想法 就算是我爸写的 又能怎么样 这说明我爸心地善良 他不希望廖敏永远一个人 可怜他 才会想着要分他一笔钱 可是廖敏 现在马上就要跟高飞结婚了 我爸的顾虑 也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我觉得 廖敏就不应该再拿这份钱了 这是你爸的考虑 这其中有很多事啊 我还不能告诉你 行了 行了 你也不用告诉我了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 我心里啊 都够烦的了 李姨 我就希望呢 您能中立 不偏不倚 就行了 好吗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呢 就是你们不要再继续吵架去了 互不相让 那个高飞不是你的同学吗 你跟他聊聊 让他不要锋芒毙漏 要不是因为他挑了 咱们大伙还不能闹得这么僵 我已经给他打个电话了 他这个人 现在就是见情眼开 打着给廖敏主持正义的幌子 绝不让步 什么老同学不老同学的 我算是看清楚了 在金钱面前 原型都毕露了 我真是搞不明白 我们家这块肉 怎么招来这么多苍蝇啊 可能是有点肥吧 那可不是一般的肥 今天我们大家呢 开一个家庭会议 这个拆迁款 爸生前啊 已经做过安排了 但现在呢 情况有变 我呢 现在也算是张家的一家之主吧 至于昨天高飞说的这个字句的事 今天我主要想听听啊 大家各自有什么想法 该怎么处理这事 你们都不说 我先说吧 昨天晚上我回去想了一下 小米 那高飞 那高飞那字句的事 确实是我误会他了 但是我认为 爸当初之所以把字句写给你 是因为看小米 无依无靠 顾苦伶仃的 可你现在马上就要嫁给高飞了 你已经有了依靠了 爸提老儿照顾你的心愿 也算是了了 我们张家人 也是对你尽心尽责了 你认为呢 这个钱 爸给我好几次了 我都没有要 所以后来爸才立了这个字句 现在这个字句在高飞呢 大哥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们给我点时间 我去跟高飞说 把那个字句要回来 然后当着你们大家的面 给他销毁了 这样可以吗 我真没看错 小米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既然廖敏都已经这么表态了 我们也都听清楚了 这样廖敏 你以后啊 跟高飞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 就跟我们直说 我们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能搭把手 一定搭把手 谢谢你 圆圆 你们大家放心 真的 这个字句 不是我故意要拿出来的 是高飞无意中发现的 我不同意他这么做 我还是原来的观点和态度 张家这个房子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跟高飞两个人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会解决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担心 高飞不是张家的人 他是你的未婚夫 他要是不依不饶 不把字句拿出来怎么办呢 有道理啊 这个高飞呢 是我的高中同学 我多少对他还是了解的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也不知道这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一看到钱 整个人都变得疯狂了 亮明 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是不是你在背后跟他寻了过什么呀 圆圆 你千万别这样想 真的没有 你们大家 真的别怀疑我 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 爸虽然走了 可是爸生天对我太好了 这问题在我的心里特别地重 妈 你相信我 我真的希望爸不在咱们这个家和和美美的 这么久了 就算我廖敏装得了一时 我也不可能装一时 我真的不是那口是心非的人 圆圆 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因为这点事情就给毁掉了 不是啊 小敏你可能想的有点多了 就是我现在有点糊涂 你说你这个态度呢是肯定不要 可是高飞那边呢又死命要要 那我就搞不明白 这到底要听谁的呀 我说你们啊 别责怪小敏 我相信他 这如果真是高飞自己想出来的 那你们这样不是冤枉了小敏吗 李 你又在这儿祸悉泥了 我怎么跟您说的呀 你只要保持中立 不偏不倚就行了 能做到吗 狗轻 好了好了 我来说两句吧 刚才小敏呢 也说得很清楚了 也表了态了 关于这个字句的事呢 我相信他也能把它处理好的 大哥 你别再说了 我现在就去找高飞 你们别着急 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这样也好 大家在一起呢 把话说开了 话说破了无毒 现在呢 就剩下咱们三家了 我作为长子 肯定会一碗水断瓶的 这个拆迁馆 咱们就平均分成三份 礼仪占一份 我和圆圆呢 各占一份 怎么样 不对吧大哥 这怎么能平均分呢 这是咱们张家的祖产 要分也应该是姓张的人分吧 圆圆 我觉得你大哥这么分挺合适的 礼仪辛辛苦苦照顾了爸这么多年 有功劳有苦劳 这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所无法替代 我们也是真心的感谢您 我不是说不分给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平均不大合适吧 你就放心吧 听你大哥的没错 圆圆 圆圆 有什么事咱们就好好商量 别当着爸的面 在这争论了 那 李 既然大家都已经说好了 那您就签个协议吧 签了 您也踏实了 是吗 来 哎呦 怎么了 李 哎呀 晕呢 老子有饭了 喝口水 不行不行 我再弹一会儿去 怎么了 这弹个都说 来来来来 回屋面 走走走 慢点啊 小心 小心 先躺下 哎呦 哎呦 晕了 哎呦 好啊 小心啊 没事 等你爸走了以后啊 我就一直晕呢 李啊 你要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咱们到医院去看看吧 没事 老毛病了 睡会儿就好了啊 哎呀 李姨 我们就不吵您了 您先好好休息 家里有圆圆在呢啊 有事就招呼一声 哎呀 哎呀 我说他同分是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 他 不是 你们刚才干嘛不让我说呀 哦 还有这个协议 是怎么回事啊 走 帮你帮人去说吧 走啊 走吧 走 走 骑人太伤了他们 我找他们算账去 高飞 你别再折腾了 就算是我求你了 这还不够闹心吗 我是没什么本事 但是我不能看着他们这么欺负你 自己变成废纸咱人了 他们凭什么说这些话恶心人 我不替你出头 我还算是男人吗 高飞 我不在乎 我什么都不在乎 只要跟你在一起 哪怕是拿地下室当心房我都愿意 咱们不闹了 不争了 谁也不求 也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我受够了 我只要你 我只要是 我这一段时间 还是很难 你吗 怎么这么高 我今天 我只要是 你 还有些事情没定下来 不过有什么辩护吧 伯父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没能保护好小敏 你眼看着张家的人欺负他 我 这出手没事了 那到底怎么了 谁呀 是你们 你们来干什么呀 不干嘛 今天来你家说礼来了 感情这钱真是能招人啊 在河北那么远 你们都能闻着味找上来啊 姑娘 你甭跟我说这片汤的话 去 把你们家人都叫来 我今儿个要跟他说个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 马上给廖敏高飞打电话 说我们到了 让他们过来 江敏 你跟高飞赶紧来 我转给你汤 快点啊 但是 在几天 这不 맛있는地方 怎么还可以 回来 怎么办 我转给你 就说 我带来 这不幸 还能不能 这不幸 对不起 又是 现在 就好了 跟风格 这不幸 就叫我 就说要把家里的人全都找过来 哥 我看他们啊来者不善 气势汹汹的 你赶紧过来啊 梁月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就回来 何玉门 何玉门 你要干嘛 那我快 那我快 廖敏她爸跟她哥到咱们家了 可能是为帮她的事 这成什么事了 这不其实投上来拉屎撒酿了 对对对 不行 咱俩都一婚了 我说老虾掺和算什么 咱们离归离 你不为我卫金睛行吗 行行 我当恶人 我在楼下等你 对 我拿个东西 您等会儿啊 庆娘 谢谢你这么多年 对小敏的关照 老廖我在这儿谢过了 这次上家来 实属是无奈之举 蒙元祖要昭雪 我不能让我女儿 一辈子背着黑锅呀 还望您多多海涵了 我今天到你们张家来 不是要钱要房子 这是当着我亲家的面前 还我女儿一个清白 一个公道 当着老张的面 我要说一句瞎话 天打雷劈 廖叔 昨天廖敏和高飞 已经到家里来 把什么都谈好了 今天你们突然来了 这么一大家子人 廖敏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行了 你别说了 这关小敏什么事啊 是廖家的人看不下去 你们的做法才来的 高飞 你说什么呢 你别在这儿污蔑我们家人啊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媛媛 你也不用吓唬 我也告诉你们 你们有谁 敢再对小敏 说一句难听的话 也别怪我不客气 你说谁呢 你当在自个儿家是吗 你要仨也到外面待着去 都别说了 廖叔 既然你这么大老远 跑过来有话要说 那你就先说吧 那你们记得吗 当年是你们父亲 亲自到河北 把小敏接回北京的 对吧 那你们可知道 当年老爷子 那是给我们赔礼道歉 我们才让小敏回来的 胡说 我爸为什么要给你赔礼道歉啊 你父亲那是给我们请罪 当时替张九祥 给我们女儿认得错 编 您就使劲编啊 老爷子 您别忘了 是你女儿害死我二哥 和我侄子的 这当年都说清楚了 你怎么现在还在提这个事啊 你们真是把小敏给冤枉死了 这祸根 是你们家九祥 是老张亲口跟我说的 当年的罪魁祸首 是张九祥 是他婚前染的病 传的小敏 把儿子给害了 你爹 是替他来赎罪 才让小敏回去 把他当亲闺女相待的 疼吗你们 怎么会憋出这样的谎话 不怕天打雷劈吗 这是事实 我为什么和小敏和好 就是张叔亲自找的我 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我了 错的不是小敏 是自己的儿子 廖家一直守着这个秘密 一直守口如瓶 太可笑了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我笑啊 我笑你们真厉害啊 一出又一出 你们就扯吧 你们再怎么扯 我们老上的一分钱 不会给你们的 我说过 我们这次来 不是为了房子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我闺女的清白 我闺女这辈子 没有对不起你们张家的任何人 倒是你们张家得了好处 那处处给他难堪的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你们别给脸不要脸 处处逼人太甚 老爷子 您说谁给脸不要脸呢 爷爷 廖叔 你是长辈 我敬重你 但今天那些根本不靠谱的话 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我也把话放在这儿 今天有事说事 别当着我爸的面在这儿胡说八道 到时候别怪我多么不客气啊 对 我爸在的时候啊 你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种事情 现在 我爸和我二哥人都不在了 死无对证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不就是因为我爸给廖宁留了一张字句吗 我们没有把钱分给他 不是因为这个事 你们八百年都不会到我们家里来的 跑到这儿来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们还好意思吗你们 张家 你说谁胡说八道呢 你们 都是你们 再给我说句 我就说了怎么办 你把手都放下 怎么办 我跟你说 这是真话 他们没有说谎 哎呀 李仪 你就别人落井下石了 我爸在天主灵啊 还要听到你这么说 他一定会怪你的 你 媛媛 别说了 媛媛 廖叔 我不管这事是真是假 口说无凭 把证据拿出来 对 那天地良心就是证据 张叔亲口跟我说的 我就是人证 行了 你一边待着去吧 你们都是蛇属一窝的 谁信呢 无耻 你们简直是无耻到极变了 连死人你们都不放过 还跑着这来 摘散我二哥 你们好意思吗你们 这是事实 你二哥人死了 还要活人给他背黑锅吗 高飞 我告诉你啊 不许你在这儿污蔽我二哥 你要取药名是吧 你小心 你小心让他给撤死 张媛媛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高飞 你干嘛 张媛媛 你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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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敏 对不起 我把你妈家都害哭了 我要再以为 这件事情可以来在我肚子里一辈子吗 你想委屈自己 可我们不忍心呢 这口气啊 迟早要出的 高飞 咱们不争了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高飞 我现在只想跟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我们不争了 什么都不争了 等你养活身体 我们就去结婚了 小敏的身子骨确实得好好养养啊 张家那是不可能回去了 你又找房也不方便 要不我把他接回老家去要真的吧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他受这么大刺激 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回老家有些日子挺好的 他就麻烦您多照顾他了 我这边什么时候找好房 我才去把他接回来 我怎么跟你们说都不听 廖家能理直气壮地上门讨伐 没有你爸的承诺 他们敢在院子里撒野 那廖家人啊就是一帮强盗 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看这事啊 他们廖家是不会上罚甘休的 我们还是提放点 实在不行就跟他打官司 对 这样事情会越闹越大 你爸活着 是不愿意看到事情发生到今天这个地位 可现在是他们廖家啊 用这种胡搅蛮缠的办法 在抢夺我们张家的财产 他们是看错人了 我是不会罢休的 他们是打错了算盘 罢载的时候我都没让过步 何况现在呢 哎哥实在不行咱们就上法庭 咱们把廖敏的承诺给他录下来 上了法庭 我倒要看看这个高飞和廖家人 他们还能说出什么来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呀 哎呀 除非这样 除非他们自己提出来 不要这份家产了 那就结了 哥 你说我说的对吧 啊 哼 哥呀 你跟那个高飞啊 好好谈一谈 让他别在这下掺和了 你这同学怎么这么差劲呢 处处山音风点鬼火的 唯恐这天下不乱 哎呀哥 你又不是没看他那个架势 这廖家人一来啊 他更厉害了 他找到帮凶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已经跟他绝交了 这个人啊简直是太无耻了 跟廖家人和起伙来做伪证 说是我二哥把病传染给廖敏的 荒唐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我今天跟你们说句公道话啊 你别说高飞做伪证 这事我知道 你爸也说过 要不然你爸怎么能亲自去廖敏家 把廖敏接回来呢 您这叫什么公道的话呀 我跟我大哥怎么从来都没听我爸提起过这事 他跟廖家人说 不跟自家人说 您觉得这个合乎逻辑吗 你爸就是要保护九祥的名声 才不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们俩 李姨 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了 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廖家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爸不至于糊涂到 把自己亲生儿子的丑事 拿到廖家去抖了吧 这都是廖家人自己编出来的故事 不对啊 李姨 您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您不会是跟他们站在一起 合起伙来跟我们闹事吧 李姨 既然你也这么说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证据呢 对啊 你有证据吗 证据 证据应该有啊 你让我想想 李大夫 对 你爸的好朋友李大夫 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你爸就是在李大夫那里 得到了真实的情况 老张嘱咐过我 要我把这事烂在肚子里 保全他们张家的名声 可你们这家子这么打起来 我想 这不是老张的初衷 廖敏真不是害死你们张家 两条人命的罪魁祸首啊 这九祥不在了 老张也不在了 可总要有人还廖敏一个清白吧 老二在婚前得了这个病 是我带他去看的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后来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等我知道的时候 九祥和孩子 已经没有了 爸 爸 爸我错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跟你赌气 我以为 我以为你已经不爱我了 我以为亮敏替代了我的位置 今天 我什么都明白了 你 你 你一直在第二个赎罪 爸 爸我错了 爸你能不能原谅我 爸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爸 爸 对不起啊 爸爸 爸 你儿错了 爸 我错了 原来是这样 我真的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小敏这么能忍啊 这些年 一直一个人背着黑锅这么久 什么都不说 那他该有多爱这个家呀 现在你们明白你爸 为什么要给廖敏一份吧 要不然从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这么多年 我们都错怪小敏了 他 他和爸 刚久想把这事捕得那么死 你说 我们昨天还打成这样 哎呀 这昨天 我们真是太不应该了 真丢脸 那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是我们张家对不住他 对不住他们廖家人 我这个当大哥的 误会了廖敏 我应该向人家赔罪 就是要打要骂 要杀要果 只要他们解气 我都可以随他们 不行不应该你去 要去也应该我去 如果圆圆愿意的话 我愿意带着圆圆一块给他们认错 我 在这个家里 是我们这些女人 给廖敏下了不少的伴 这些年 对不住他 冤枉他 犯的错 我就应该去承担 伤害过他的人去给他道歉 我想如果他要是不原谅我们 我们也应该让他 看到我们的诚心 我觉得你们谁都不用去 最该去的人就是我 这么多年 我对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我简直是无敌自容 圆你别哭了 还是我去吧 我是家长 我代表大家 朱利亚 朱利亚 你就别去了 在这个家里 你对廖敏还不错 你让他们家去认错不合适 有伤面子 这面子和错误比起来 还是面子行 人家为我们承担了那么多 什么话都没说 我们就是全家去道歉 也不丢份 我看这事一早不一迟 我觉得我也应该去 现在事情弄到这个地步 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想想廖敏这些年 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也做了很多 误会他的事 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应该跟他道歉 再说 我在这个家 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嫂 要不我代表大家去吧 你就别去了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啊 你能代表我吗 你说什么呢 让我代表你 我还不去呢 我代表我自己不行吗 说心里话 廖敏做的很多事情 都让我很佩服 不像你敢做不敢当 我说何玉梅 你又找事是吧 这刚消停一会儿你又来了 我找事了吗 我去跟廖敏赔礼道歉 关你什么事啊 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大 再说了 咱俩现在两清了 谁也别干涉谁 谁也别干涉谁 我的事不需要您批准 好了好了 你们就别吵了 嫂子啊 你别生气 我大哥就这么不识实物 哥 你也少说两句 你这嘴上就服个软 就算是你赢了 也没有人给你颁这个奖 原说的对 你们俩先各自冷静一下 我们还是应该好好想想 去廖家赔礼道歉的事 哎呀 高飞啊 我等你老两天了 什么事啊 那天的事啊是有点误会 那个廖敏的事 九里他们已经知道了 我不想听您解释 能告诉廖敏在哪吗 我不知道 那天的事确实不文明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是你先动的手对不对 不 当然老张姐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给你赔礼道歉 好吧 您这不是骂人不带脏字吗 既然是我先动的手 您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啊 不是 我说错了 我要给廖敏赔礼道歉 给廖敏一家赔礼道歉 你们张家人真是一个赛一个 玩人玩出花样来了 你们想找廖敏是想给他道歉吗 是啊 你们想找廖敏把字句骗回来 我告诉您 字句我所保险柜里了 连想都不用想 我跟你说你误会了 你啊 我跟你说不清 你告诉我 廖敏在哪儿 我跟廖敏说得清楚 阿姨我告诉您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您也不用跟着我 我还要上班呢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哪 你哎呀哎呀 真是 怎么不让人说话呢 听不懂人话呢 六点半说好了 在张老师家练琴 好 你那碗饭我都给他做好了 都在冰箱里面 你得给他热了一次再让他吃 我知道了 路上小心点 好 李婉 蔑蔑问清楚没有 别到时候扑了一个空啊 问清楚了 他们已经回去了 你们到那之后 给我打个电话 请请啊 好 别忘了 到那吃水果 我知道了 哎呀 还真好赶上了 你怎么来了 跟你们一块去请量民呢 哎呀 真好 快走吧 对对对 比如赶不上车了 那一块赶紧呢 用力量大 好快点啊 走 你说好好一个人 生生让他们张家给造了 没给你顺过一口气 你说这人能不生病遭罪 现在有事我常常想 假如当初你不嫁给他张九祥 那现在该多好 哎呀 哥 你别这么说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他们要是不承认 我给九祥顶着罪名 你们啊 也别再逼他们了 我好好跟高飞过日子 对得起九祥和他爸就行了 这就对了 发婚当不了死 小敏 二嫂 二嫂 你们怎么来了 别人给来的 给我说 你别激动 小敏 这么多年我们张家对不起你 让你受委屈了 二嫂 对不起啊 为了我们张家的名誉 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我们今天特地是来向你道歉的 希望你原谅我们 原谅 怎么原谅 你们张家在我们都欺负成什么样了 我们怕你们了都躲回到自己家来了 你们孩子们不依不饶的 我们是来给你们道歉的 道歉 说得真好听 有来这么多人道歉的吗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谁想在我们廖家闹事 我说这除了怎么答应 哥 你把除了放下来 你没听人说吗 人家是来道歉的 快放下来 这没你事 你们现在赶快给我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们 我们廖家也不需要你们道歉 你们本以为这世上的事 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廖大大哥 你说你拿着个锄头 对着我们四个女人 这不合适吧 好 这锄头 我不拿了 但什么也休想进我们廖家一步 你听我们解释啊 别让他们进来 让他们进来就不是我儿子 我不见他们张家任何人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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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着我爸刚才说的吗 他不想让你们进我们家门一步 我妹妹为你们张家 为张九强付出那么多 他唠叨一个好了吗 你们反而说我们都要污蔑你们家 说廖民想强占你们家财产 当初你们家老爷子在世时候 答应的事 你们说不认就不认了 你们张家到底还有没有信誉啊 我告诉你们 我妹妹现在还替九强还债了 这你们怎么不说了 这是你们张家的债 哥 有你们来还呢 真是对不起 让廖民替我们张家受了那么多的罪 我是个当大嫂的 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但是这些事情你们不说 我们都不知道啊 对呀 我不知道啊 好 那我妹妹替张九强背了那么多年的黑锅 你们怎么到现在还都不承认呢 我们今天就是来呈现这个事实的 我们误会了 这病是九强传给小敏的 小敏 你受委屈了 你是无辜的 二三 我爸的好友李明生 已经把所有情况都跟我们说了 让你替我二哥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 我 我爱那么对你 对不起 儿子 我请你原谅我吧 都是我错了 对不起 小敏 不是当大嫂子 也错怪你了 总觉得是你害了九强和孩子 我们到现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的是无地自容 亮明 我们几个今天 是衷心诚意地来跟你道歉的 你就原谅我们 跟我们回去吧 回家吧 老亮 对不起 李姨 你干什么 李姨 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我错了 要跪应该是我跪 二嫂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求你原谅 小敏 小敏 没错 快起来 我错了 我错了 快起来 快起来 我错了 快起来 在家里面 你记得新正在地上 你记得新鲜く 你记得新鲜子 有国家人 不在家人 还是不在家人 你记得新鲜子 总得新鲜子 不在家人 肯定用真ги 多是美国家人 多由你 我遭遇到你 你从国家人 你们老板在吗 李姨 你怎么来了 来 里面坐 你们公司真好 你爸来过没有啊 来过了 你真是你爸的骄傲 小公司 小公司 来 这边坐 李姨 这事总算圆满解决了 也还了廖敏一个公道 可以告为爸在天之灵了 我现在才理解 爸当初真是用心良苦 你爸还有一个心愿 希望你去完成 什么心愿啊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爸跟我说的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什么事 李姨 你快告诉我 就是你和玉梅离婚的事 你爸想起来心里就难过 常常跟我说呀 让我凑合你们俩复婚 我今天来呢 想劝劝你 要没什么大的矛盾 你是不是考虑复婚呢 李爷 这事让你费心了 我们的事 我知道该怎么办 玉梅那儿我问过 她除了怀疑你外边 有人之外 别的说不出来什么 她留恋你 留恋你这个家 也留恋你们过去的日子 她呀 是丢掉之后才知道真心 你会变得一份 是非能绝对 我应该怎么办 你不给你